李千荣重生在创统后 当我们愿意谈成自己心里面软弱的时候 是最有安全感的时候 以前我在我的先生做的孩子面前 我都想要表现一个女强人 后来我发现说 其实不需要做到这个样子 而且要让他们知道说 妈妈已经很多年没有工作了 让他们知道说 妈妈今天要去上看板人物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想要得到大家认同的眼光 根本是追不完的一个努力 好像是一个在跑步机上 其实你是跑不到近 感谢观看